今天的灾害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最重要的是这个不理 当然另外一个不重要 那必须的伤亡的人 这个主要是受到什么影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伤亡 都是被自己的房屋压死就是 95以上是被自己的房屋压死 所以这个你要知道说 这个因素里面就牵扯到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就是 建筑物 结构物 电厂到底 安全系统够不够 这种问题就是 好 台北市 台北 台北盆地在这边 我们就晓得 这个你看 这是观音山 大臣潭在这边 这个平地就是林口台地 我们一直讲三角断子在那边 三角断子就在这个林口台地这个下面 像平岩 平地 这个大概是树林 如舟 如舵 这个癌下 这个癌的下面就是 这个以前的人说他叫山脚 所以我们来说这个山脚断层 以前你还叫山脂脚断层 后来有人把他改三角断层 所以他大概从这个三角下一直 经过淡水河 关路这边 进入那个所谓的这个大龙山区 然后再进来在这边 刚才有那个那边影片里面有讲 那个朱子湖 经过朱子湖这边 经过黄溪这边进来 到请进来出去 台北盆地在这边 这断层在这边 你看到这个表面的地表的位置 其实那个断层是往下跑 一直往下跑 它是一个面 它是往南边 往台北盆地底下下来的 你看它线就是黄色这条线 它是一个面 下面的断层这个面是往东南取杰下来的 台北盆地在这边 断层面在这边 比较大的断层会发生在哪边 它发生在这种下面这边 这大概十几公里附近 这边 那这边的就是镇岩的区域 那它在哪边 在台北市镇峡吗 所以这种区域 如果十几公里深部底下 发生了一个地震的话 它地震坡直接就上来了 就是日本人讲的直下行地震就是 大阪神部的地震就是在 都会去底下地震就是最可怕的 因为震坡地震的震源离离最近 这一天 随着 随着 感谢观看